赵英俊亲属的一条消息,瞬间让人有些措手不及,2月3日下午,赵英俊因病离开了人世,享年43岁,这件事情则实是让人感到意外,毕竟在半个月前,他还更新了一条微博,丝毫没有透露他身体不适的消息,但听赵英俊老师的名字,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熟悉,但大王叫我来行山这首歌,相信不少人都知道。 当初赵英俊就是靠着这个出道,并且还捧红了贾乃亮和他的女儿,之后赵英俊还和大鹏合作过电影《文人机乐队》,当时的主题曲就是赵英俊写的,如今赵英俊突然的离世,真的让人感到惋惜。 大鹏作为赵英俊的好友,也第一时间对赵英俊表达怀念,当然他也透露,赵英俊在去世之前很安详,并没有遭遇什么痛苦,所有的丧事将一切从简。 而赵英俊老师的最后一个作品,正是现在还在上映的电影,名字为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 这部剧主要围绕两个抗癌家庭展开的,他主要讲述的是死亡随时可能到来,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。 但任谁也没有想到,赵英俊老师却没能成功抵抗住病母的纠缠。 赵英俊的最后一条动态是在2021年1月16日,有粉丝回味赵英俊的歌曲《躺人街》,里面的歌词包含了声音,而赵英俊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,所以还专门转体进行赞美。 不想这一次,竟然是最后一次互动。 赵英俊可以说是强化横溢的人,突然的离开真的让人可惜。 娱乐圈很多明星都是他的好友,在赵英俊老师离世的副告发出后,众多好友都纷纷发魂悼念。 包贝尔更是直接晒出聊天记录,他原本想跟赵英俊诉苦,而赵英俊则回应一句,我爱你。 看着这一句话真的让人泪奔,虽然对赵英俊的离开感到惋惜, 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不去打扰他的家人。 愿赵英俊一路走好,也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依旧能大放一彩。